好 来我们请大家看一下 借一下王会长的这个牌 这面 大家先不要用有加号的这面 用这面 我们来看一下 每个人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的话 您会选择什么样的企业 我没办法打这个勾 没法确定自己的身份 对 如果在2002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是完全是一个国有控股的企业 有时候占到了58% 但是我又认为我又不是个国有企业 因为我们完全是一个充分市场竞争的企业 我们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 所以你现在叫我选择 我一个都没有选 我觉得任何一个跟我都没有关系 我的关系是在于我们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 就努力怎么样把自己企业打造成一个优秀的企业 咱们的董民主女士 我想她是英雄主义者 她的潜台词是说 管你是民营经济还是民营企业 还是国有企业 还是外资企业 我都能搞定 如果一个合作机会摆在你们面前的话 你们会选择现场当中的哪一位 作为你们接下来的合作方呢 这个问题要比刚才这个问题 思考的时间可以长一点 我猜董民主女士会选行业而不选企业 她一定要选那些竞争很激烈的竞争相对比较公平的那种行当 在那种红海里面杀出一条路 董董您写了吗 这样吧 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李老师算是知音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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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